非洲对于我们来说,是一个非常远的大洲。 并且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里非常的穷。 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不了解造成的原因吧。 我们的印象里面,这里还居住住原始堡落。 他们还是靠打猎为生的。 其实现在的非洲有很多的地方,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差,就像是非洲的摩洛哥。 伊索比亚、安哥拉等这些国家还是非常的发达的。 虽然与我们国家相差甚远,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这里的消费水平非常的低。 非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大洲。 这里每年都会吸引住无数的人到这里探险。 这里不仅有原始森林,很多的原始部落。 其实这些都是吸引人们去的原因。 不仅仅如此。 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四大古国之一的埃及也在这里。 并给埃及的发展,现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。 来到这里你不用考虑那么多的烦恼。 因为你在国内赚的那些工资足够可以让你在这里过生好的生活的。 尤其是这几年的时间,国家也是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。 帮助他们发展国内的经济。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中国人,看到了商机纷纷来到这里。 并且在此生活,他们在非洲开设工厂。 后的则是做小生意。 还有一些则是开设餐馆等。 中国人们的带来可以说极大的改善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条件。 虽然这里的劳动力非常的廉价。 但是他们赚取的工作,可以让他们一家人生活得不错。 现在非洲很多的国家,都喜欢让中国人去。 在他们那边发展。 据相关统计在过去的短短八年的时间里面, 就有接近16万的中国人到非洲定居。 他们生活在这里。 并且有一些还与当地的女人结婚生子永远的生活在这里了。 有一些来到非常游玩的朋友,感到非常的惊讶。 中国现在多好。 难道他们打算长期在这里生下去吗? 不再回国了吗? 有一位在非洲生活了几年的中国人是这样说的。 没有想住再回去。 因为在这里我们生活得非常的好。 并且这里的消费水平非常的低。 还有就是生活压力,也没有在中国高。 他们在非洲工作上几年的时间。 只要好好努力。 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赚到上百万,甚至是上千万的家产。 当然这些钱在国内来说的并不算什么。 但是在非洲那绝对是生活得非常的奢侈的。 过住土皇帝一般的生活的。 所以他们表示,不愿意回国,生活压力太大了。 非洲没有我们想想的那么的贫穷。 并且这里还有非常多的资源。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中国人,前往这里生活定居。 工作的。 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,在这里创业几年的时间,就可以发展起来。 并且这里生活压力,比国内小很多。 难怪他们有这样的想法。 不过小编却不动心。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落叶归根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啊。